我们台湾所有的资源 都是以人为回忆 我想要了解 这些学生我可以帮他什么吗 一有机会做一些事情 一夜要考虑到回馈什么社会 学生时期是最挑战的 最有趣的时刻 但也很混乱的时刻 不要害怕挑战 因为挑战是要为了 遇见更好的自己 你应该要有梦 生命的梦 最重要的事是 我发现年轻的学生 其实是比较缺乏机会 因为我们是一个社会 我们会给予年轻的资源 因为年轻的资源 会成为未来的资源 这些学生们其实有很强的学习能力 跟欲望 应该会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我觉得学生千万在这个时代里面 不要太看清自己 这个真的是你们的时代 透过学生这样一个认真跟热情的表现 确实让我们看到台湾的未来 这个当中可以互相学习 这些学生是给我们很多Energy 他们的Energy Level是比我想的 可能高一百倍 事实上这些学生 引发我们在去思考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引爆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